欢迎收睇港澳区会善上安西日学 我们已经进入2022年的第一季 让我们一起研究上帝圣言 我们进行一系列名为 就在者末世希伯来书的讯息的研究 今日我们的主题是 吸希伯来人和我们的书信 我们先请周姆斯做个吐告 我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在未来一季 我们有机会研究希伯来书 我们祈求你 赐下这个属灵的悟性给我们 让我们去明白到 作者对当时信徒的一些教导 提醒和鼓励 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能够去校学应用 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圣明祈求 阿们 让我们一起读全心节 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 希伯来书没有提到保罗的名字 个体的收信人 问候和感谢 然而希伯来书的结尾 即是以书信的格式书写的 大约在西元二百年的 希纳文圣经文本 将希伯来书包含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由此可见 保罗乃是希伯来书的作者 希伯来书是我们所拥有的 最早的一篇完整的基督教讲章 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 接受了耶稣 他遭受苦难的信徒们 在他们当中 有些人被公开的羞辱和逼白 有些人面对钱财的问题 有很多人疲惑 并且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 本课主要内容 讲些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强调重点包括 这个书信的读者 他们信主之后的遭遇 以及读者所处的末世时代 为了了解这篇的讲道 并且将这个信息 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需要去了解 收信人的背景 以及他们在收信的时候的处境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读者是什么 刚才口令讲到 这篇是一篇早期教会最完整的讲章 希伯来书 所谓希伯来书就是一群人 希伯来书是一群基督徒 信了耶稣的信徒 当时他们的处境是怎样的呢 我们先来看 希伯来书的仪章三四节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若忽略这某大的救恩 怎能徒罪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其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作见证 这段经文就讲到 读者他们领受了救恩 他们得到救恩的信息 而上帝又用神迹其事和百般的异能 加上有圣灵恩赐 来证实他们真的得到救恩的信息 在古时的时代 应该说在新弱时代 当他们用神迹其事 来赶鬼 医病等等 甚至宿灵恩赐 就是说他们可以讲谎言 有这种恩赐 就是跟福音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当他们有这种行异能 可以讲谎言 结果很多人来听福音 愿意来究竟这群是什么人 传这些信息 他们听到福音之后 就明白了这个救恩 所以当时的神迹其事 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 证实这个信息 是来自上帝的 接下来在希伯罗书的六章四五节 就讲到他们接受了这个福音 其实是一个荣耀的开始 保罗这样说是一个荣耀的开始 我们来看看经文怎样说 第四节开始 已经蒙了光照 上个天恩的滋味 由于圣灵有份 并上个上帝 善道的滋味 各物离世 全能的人 这里讲到他们已经蒙了光照 他们得到真理 耶稣是真光 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福音传开时 他们明白得到这个光照 而且上个天恩的滋味 也有圣灵的恩赐 我认为圣灵有份 懂得说谎言等等 所以这帮人是一帮很特别的人 他们发展出自己独有的一个社团 一个群体 他们有群体的身份 所以他们就将当时的世界区分出来 所以他们有一个很独特的身份 没错 当信徒接受了基督信仰并加入教会的时候 他们就设定一个界限 将自己和社会的其他人的区分出来 不幸的就是 这个就成为了冲突的根源 因为这个暗示 他们对所处的社区 以及他们的价值观 作出了负面的评断 希伯来书的读者 在信语之后 他们有什么经历呢 我们一起看几节经文 是希伯来书 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 经文这么说 你们要追念往日 蒙了光照以后 所忍受大争战的各样苦难 一面被围绑 遭患难 成了弃境 叫众人观看 一面陪伴 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因为你们看出了那些被困所的人 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也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近未长存的家业 另外希伯来书十三章三节 你们要纪念被困绑的人 好象与他们同受困绑 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 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希伯来书的读者 很可能在言语 和肉身上 遭受到反对者的攻击 他们被监禁 被毆打 因为当时的官员 他们在搜集证据时 他们往往不会遵守一些司法规范 所以信徒就受监禁 和毆打 是的 初期教会经常受到迫迫 彼得也写了类同的说话 来免礼当时的信徒 我们一起看彼得前书 四章十四到十六节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欲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上帝荣耀的灵 常住在你们身上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 因为杀人 偷舌 作恶 好管闲事 而受苦 若为作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羞耻 道要因这名 归荣耀给上帝 为基督的名受欲骂 意味着他们认同自己和基督的关系 他们认同自己和耶稣基督那种很密切的关系 而言语引数这种关系带来的后果 就是受逼迫 所以当时的信徒 他们普遍受逼迫 所以希帕黎书的读者 那些基督徒也同样 保罗尔也知道他们的苦放 而写这封信来勉励他们 是的 即使他们遭受拒绝和逼迫 希帕黎书的读者 成功了持守了他们对基督的信仰和卫生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一场的冲突 造成了巨大的好选 虽然他们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 赢了 但是他们很累 是的 当信徒长期受到逼迫 他们会容易感到灰心 我们一起看几节经文 在希帕黎书三章十二十三节 经文这么说 他说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上帝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 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光眼了 另外十二章第三节 但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另外在这个十二章十二十三节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 把道路收直了 使骑子不致歪脚 反得全愈 另外希伯来书十三章九节 有这样说 你们不要被拿诸般怪异的教训 勾人了去 希伯来书说给我们知道 信徒不断面对困难 不但在言语上 在他个人的名语上 都遭受到这个攻击 有些信徒仍在监里面 而教会当时 在经济上 心理上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信徒感到疲累灰心 通常 不论是人或是团体 在胜利兴奋的心情之后 他的心理和防御都会放松 便会变得很容易受到敌人的反攻 在这个时候 又想在一个困难当中 去抗衡的时候 实在是不容易的 有一个例子 先知伊利亚 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她在加密山 战胜了敌人的时候 当她听到耶洗别追杀的时候 她害怕要逃避了 没错 后来上帝帮助伊利亚 让她能够从沮丧当中恢复过来 我们一起用以下的经文去分析一下 上帝如何帮助伊利亚 我们一起看《列王记相》十九章五至十六节 她就躺在罗藤树下 睡着了 有一个天使拍她 说 起来吃吧 她观看 见头旁有一瓶水 与炭火烧的饼 她就吃了 喝了 仍然躺下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她 说 起来吃吧 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她就起来吃了 喝了 醬着 这饮食的力 走了四十就夜 到了上帝的山 就是河烈山 她在哪里 进了一个洞 就住在洞中 耶和华的话 临到她说 伊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她说 我为耶和华 万君之上帝 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 背弃了你的药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 沉索我的名 耶和华说 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时耶和华从哪里经过 在她面前有裂风大作 奔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伊利亚听见 就用外衣蒙上脸 出来站在洞口 有声音向她说 伊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她说 我为耶和华 万君之上帝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药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沉索我的名 耶和华对他说 你回去 从旷野往大马士隔去 到了那里 就要高哈士作亚南王 又高灵士的孙子 也互作以色列王 并高亚伯米荷拉人 沙发的儿子 以利沙作先知接触你 是的 这段很长的经文 借口令读出来 这十几节的经文 是一段很感动人心的 一段的技术 上帝如何帮助 沉与尼亚 令她重拾信心 上帝如何帮助她 上帝可以说是用温柔 关怀 智慧 来帮她 即是上帝很有耐性 来等待她 譬如说她肚饿了 就让她有食物吃 水喝 一定是口渴 泡了很久 但如果跑过马拉松 就知道 那段路已经有水泡 泡手一拿到水泡 喝一两口 一杯就泡在地上 一定会收拾 所以水很重要 当时尼尼亚很需要 肉体上的需要 所以尼尼亚提供她们 有肉体上的需要 有食物 有水喝 她需要休息 让她休息 之后 接下去 上帝用很温柔 圣经记载是用微小声音 来执备她 执备她 上帝说 尼尼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上帝用这个方法 让尼尼亚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工作 让她奋醒了一个机会 让她实践 她原本有一个梦 要改革以色列 上帝不在风里面 上帝不在地震里面 上帝也不在火里面 上帝用微小声音 让尼尼亚可以再次醒觉 对 在这里做什么 原来上帝是一个带难的神 上帝用很多方法来帮助她 让她能够重拾信心 之后上帝还有任务比较 她会高两个人 一个是一个王 一个是接替她的 将来接替她的先知 所以上帝用方法来 再次重振她的信心 是的 当时的基督徒也是遇到同样的困难 在保罗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我们看几节经文 在希伯来书二章一节 所以我们当遇法 正众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保罗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听道理不要左而入 右而出 是没有意思的 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上帝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 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光眼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保罗这里也提醒我们 我们要予此鼓励 关心 以及我们对信仰 虽然遇到很多冲击困难 但我们要坚持到底 因为这是正确的 是神的恩典 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晓 集练得通达 就能分辨好大料 希伯来书六章一节也这么说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里的开端 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十章二十四节也这么说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保罗在这里的责备他们 也都劝勉他们 保罗警告他们不要失去信心 保罗也劝勉他们 应当离开基督道里的开端 揭力进到成长的地步 保罗也提到他们 要持续聚会的重要性 总之保罗是建议信徒 要彼此同心合力 互相勉励 激发爱心和行善 没错 保罗他鼓励我们信徒 都是同心合力 互相勉励 激发爱心 多做善功 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保罗所提及的 读者所处的末世的时代是如何 我们一起去看看 希伯来书一章二节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而止 晓云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 承受 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上帝给世人 是这个末世最终且决定性的启示 就是借着圣子耶稣而来的 这个末世 始于基督的道成肉身 并且结束在他第二次降临 那时他的仇敌将会成为他的脚椅 是的 在这里 保罗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他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来增强他的勉励 让信徒知道的一个逼迟性 这是什么呢 就是这末世 让他知道 你们已经活在末世的时候 耶稣之族就立福南了 我们看九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在这里说 如果这样 他从创世以来 就必多次受负了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自己献为制 好除掉罪 按着定名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显现 并以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这里出现这末世 之后又说到 基督第二次显现 即是什么 末世已经开始了 耶稣会第二次显现 即是福林 今天我们要等候耶稣福林 当时保罗跟他说 他们已经活在末世 很逼切 末世 耶稣什么时候来 很快便会来 耶稣来的时候 就是第二次再来 第二次显现 然后在十章二十五节 这样说 是这样的 你问不可停止聚会 好象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那日子临近 也是 说到什么 耶稣福林 耶稣福林日子临近 所以他们更加应该 不要停止聚会 要忠心到底 然后在三十六到三十七节 这样说 你们必须忍来 是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云有一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 并不迟然 保罗再次提醒他们 还有一点点时候 要来的就会来 所以保罗鼓励他们 真的要坚持到底 因为耶稣很快来 然后在十章三十九节 这样说保罗说 我们却不是退后 入沉淪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至灵魂得救的人 这里有两等人 一等人是什么 就是退后 后退的人 去到沉淪的人 另一等就是坚持 他们有信心 以至可以得救 所以有两等人 我们做哪一等人 所以保罗 勉励他们 你要做那些坚持到底 把持他们的信心 依靠上帝 信靠上帝 等候耶稣的福林 那些人 今天这些说话 都很适合我们的利用 等候耶稣基督福林 希望我们都能够坚持到底 等候耶稣的再来 是的 没错 凭远力我们都靠上帝 憑着信心的 等候耶稣基督的福林 今天听完两位牧师的分享 我们在此做个简单的总结 希伯来书的受众 是由基督徒所组成 他们经历了以此的领受福音的阶段 接着就是激烈的逼迫 最后就是如此的疲惑和沮丧 以至保罗担心他们的永生问题 信徒在属灵上的疲惑和沮丧的时候 保罗发表是如此激烈的港道 目的是要鼓励激励他们 今天当我们遇到挑战困难 特别是逼迫的时候 不要惧怕 我们当顺靠上帝 上帝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上帝具有一切的权柄 上帝是一位无限的慈爱的神 去怜悯我们的神 祂是我们最好的依靠 今天的学课分享到这里 下一课的主题是希伯来书的信息 结束的时候请郑牧师做祷告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只为天父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是一位由掌管万有的天父 我们要感谢祢 因为在新一年的学科研究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 祢就给我们何等鸡尾的信息 我们今天的处境 和早期教会的遭遇非常相似 愿祢时时提醒我们 不要停止聚会 要给此劝勉鼓励 把持着我们对祢的信心 直到主耶稣再来 祷告奉耶稣圣名 阿们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